你的饮食习惯正常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大的血管 小的血管不容易动脉硬化 然后到微血管 它就自然能够做很好的 氧气跟营养的供应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在微血管这个地方 非常重要 不是只是大的血管重要 微血管也是很重要 它的血流的速度到底是怎么样子 如果停滞不动 那肯定是不行 速度很快 你又没办法达到那样的一个气体交换 血液营养供应的功能 所以肯定是有它的考量 您稍微想一下 我们待会再跟大家报告 微血管的一个血流速度 只有0.5到1厘米每秒 意思就是说 是我们大概大的一个动脉的血流的速度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左右而已 所以你看动静之间 快慢之间 都要有它的一个节奏感 不是快永远是好的 慢也不是永远是好的 急经风漫廊中 要结合在一起 是比较好的